这个衣冠粗粗的男人 做出来的事却惨无人道 把女孩囚禁在地下室里 用502封住她的嘴巴 玩够了 就会把她们做成蜡像 放在博物馆里展览 这天 一群小年轻去野外露营 玩得正happy的时候 一辆皮卡死了过来 开着远光瞪对着她们 这让众人非常的不爽 暴躁的大众一酒瓶砸了过去 打掉了皮卡车的大单 对方这才信心里去 众人接着继续happy 并没有在意这个小插曲 谁知道了第二天 她们准备继续赶路时 阿伟发现自己的车坏了 小美是大众的妹妹 也是阿伟的女友 她让其他人先去看球赛 自己留下来和阿伟去修车 她们遇到一个皮卡司机 听说她们的遭遇 司机非常的热心 主动带她们去小镇买零件 但这个司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车里挂满了动物残骸 眼睛也一直盯着小美看 明显是垂涎小美的身体 这让两人非常的不舒服 她们决定下车不行 可能是看阿伟长得高大 司机并没有为难她们 来到小镇后 她们惊讶地发现 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西修店也没有人 两人只好四处寻找 来到一座教堂后 发现这里正在举行葬礼 她们紧忙连声道歉 并转身离开了教堂 这时一个西装男追了出来 她正是西修店的老板彪哥 导致两人的来意后 说她家里正好有配件 还表示可以送他们回营地 于是两人跟着彪哥去了她家 来到彪哥家后 阿伟想借用一下洗手间 小美折留在彪哥的车上等待 阿伟也是个二货 上完厕所后 好奇在彪哥家四处瞎转 看到了很多医疗器械 这种人在恐怖片里 一般都活不长 这时灯光突然一黑 漆黑的地板慢慢掀开 一个长发男子悄然出现 将阿伟打运了过去 小美眼看男友迟迟未归 就下车准备去叫人 但她不经意地回头时 却发现彪哥的这辆车 正是昨晚的那辆皮卡 意识到不对的她 准备打电话给其他几人求救 这时彪哥正好走了出来 小美急忙躲进车里 并将车门锁死 彪哥一看这阵势 索性也不再伪装 直接砸破了车玻璃 想将小美给偷出去 小美急忙启动汽车 一脚踩在油门上 终于将彪哥给甩开 正想开车逃离时 那和车技师在太难 皮卡车后轮卡在了石坎上 小美只好汽车跑路 她一路跑进教堂求救 却惊恐地发现 教堂里的所有人 竟然全部都是蜡像 并且这些蜡像 全部都是真人自助而成 难怪小镇上没有一个活人 原来已经全部遇害 与此同时 阿伟被长发男托进了地下室 注射了麻药后 她被固定在一个装置上 全身喷满石蜡 做成了一个活人蜡像 而在教堂里 彪哥也追了过来 小美无路可逃 最终还是被逮住了 彪哥将她绑在椅子上 并且用五零耳浇水 将她的嘴给封了起来 此时小美的内心是绝望的 就在彪哥准备享用猎物时 外面传来声响 原来是大众联系不上小美 非常担心她的安全 便和卷毛前来寻找 也跟着来到了这个小镇 两人分头行动 大众来到了这家气球店 彪哥急忙来到外面 面对大众的询问 他时刻否认看到过小美 而地下室的小美 听到哥哥的声音后 他奋力挣脱了束缚 并忍着剧痛 撕开了嘴上的胶水 大声的护救 听到妹妹的求救声 霸装几拳将彪哥打翻 然后冲进地下室里 将妹妹给救了出来 但卷毛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在寻找的过程中 来到了一间蜡像馆 发现钢琴边的这个蜡像 长得非常像阿伟 伸手去触摸的时候 阿伟的眼珠子动了一下 他才发现这真的是阿伟 就在他想救人时 长发男再次出现 举起手中的尖刀 直接把卷毛给送走了 并将他也制作成了蜡像 而大众这边呢 听到彪哥开车离开后 两人离开了气球店 随之彪哥并没有离开 拿着枪开始追杀他们 两人躲进了一家电影院 这里还在播放的电影 而座位上的所有观众 也全都是真人蜡像 等彪哥追进这里时 小美坐在座位上 小猫冲蜡像门混过关 可惜还是被发现 差点就被一枪爆头 两人急忙逃到门外 等彪哥追出来时 大壮拿着鲁剑仪等候多时 搞定了彪哥后 他们来到彪哥家里 想要救出阿伟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 阿伟已经被做成了蜡像 在寻找的时候 小美看到一些老照片和旧报纸 终于搞清楚了这一切的原委 原来那个长发男叫彪弟 和彪哥是一对连体婴儿 彪弟的脸长在彪哥的后脑上 他们的母亲是一个蜡像师 父亲是一个医生 给两人做了分体手术 后来他们的父母意外去世 由于彪弟的脸严重毁容 被人们嘲笑时怪胎 兄弟娘长大后 便杀害了所有居民 将他们制作成了蜡像 而从小镇上经过的女客 也全都成了他们的猎物 而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响声 彪哥居然没死 拖着受伤的身体回到了家里 正在处理伤口的时候 彪弟也开着车回来了 小美惊恐地发现 他的另外两个同伴 已经被长发难解决掉 尸体被偷了回来 准备将其制作成蜡像 也就在这时 彪哥发现了地上的照片 知道有人闯进了家里 便开始四处搜寻 两人只好躲进了地下室 看到了被做成蜡像的卷毛 还没来得及伤心 彪弟已经提着刀杀到 在打斗中 大壮推翻了燃烧的蜡炉 大伙瞬间蔓延 趁彪弟被大伙阻拦 两人急忙跑到了一楼 却又遇到了彪哥 一言不合就干了起来 在兄妹俩的配合下 彪哥被活活打歇菜 而地下室的大伙已经蔓延开来 由于地下室连接了蜡像馆 而蜡像馆全是由石拉做成 在高温的烘烤下 整个蜡像馆开始融化 此时彪弟也赶了过来 看到哥哥已经被打死 他愤怒的仰天长笑 随后提出到追杀小美 要为死去的哥哥报仇 小美只好往二楼跑去 眼看就要被杀死的时候 大壮也赶了过来 在兄妹俩的再次配合下 将彪弟推到融化的地板上 直接掉到了一楼 此时整个蜡像已经陷入火海 已经快要全部融化掉 走投无路之际 小美突然间发现 身后的墙壁也在融化 兄妹俩徒手挖墙壁 挖开了一个大洞 终于逃出了蜡像馆 两人刚刚来到外面 整座蜡像馆被大火包围 如果再晚几分钟 他们也将葬身火海 第二天 警察前来善后 经过清点后 至少有70人遇害 警长安慰了一下两人后 便派人将他们送去医院 而他们前脚刚走 警长就收到了属下的汇报 根据人口资料显示 当初彪哥的父母 不只剩下了两个儿子 应该是三个才对 就在小美坐车离开时 之前他们遇到的那个司机 挖手向他打招呼 脸上露出不可描述的微笑 很明显 这个猥琐的司机 就是那第三个儿子 如今小美弄死了他的兄弟 他肯定会展开复仇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